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 荣华富贵其实都是三间梦 富贵还童九月伤 病到的时候来说方思是苦 健康的时候都是为了被人而亡 黄金并不是千年叶 雄日能消两笨伤 世事的由来都是许多缺陷的 还他焉得面无常 一家饱暖千家怨 半世功名八世冤 举世尽从亡女佬 谁人肯向死前休呢 春日看到阳柳陆 秋风又见谷花黄 儿孙自有儿孙的福 无是为儿孙作怨忧 万法就本贤为人自闹 但于是尚通无事 见识民声不用拢 皇上皇帝是一角之君 但是脚根所纳的都只不过是尺寸之地而已 远离罪恶的味 直净的味 发月的味 尝到此味的人 并没有恐怖 如铁之秀 身自铁 而腐食于铁 恶出自人 而侵蚀人 好了 跟大家聊完之后 可以看看PowerPoint 大家不妨用小小时间去思考一下 好了 跟大家再交代一下 我们的小命书加水晶链 都挺受欢迎一下 尤其是原来海外的朋友 因为我们之前有些海外的网友 我们的命书已经寄出了 我们就承诺在十日之内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海外 由其他方面来说 可能会比较迟一点 但是大家都相信很快会收到的了 另外多谢一些网友 他们收到的命书 和收到链之后 非常开心 还拍了一些 带了手链的相片给我们看 有些可能是因为我们问他们的手环 即是手那个 有些大了有些小了 大了就没坏的 因为为什么呢 可以拆一粒 不过就少了我们再来开钢的部分 希望大家来说都喜欢 我们的小命书原来出来之后 原来很多人都希望看到自己的 紫微斗数的十二的公位 究竟在运势方面是怎样的呢 另外来说 我们就会将它现在的大运 略略都会讲一讲 还有有时候 我在命书里面就会打个星星的 打个星星的时候就说 在这个公位要注意些什么 或者有些什么来说你要争取 那譬如来说 譬如我们讲到这个市运那样 那譬如你是适合做这个金融行业的 那我就会打个星来说 就适合在银行 证券行啊 或者在这个金融相关的范畴里面 你们可以比较顺利一些 我都会写 那譬如好像在夫妻公 夫妻公来说 不是很漂亮的夫妻公 那我就会告诉大家 那就是说 你的夫妻公 第一个夫妻公不是很漂亮 或者再分之后来说 会幸福快乐的 那在这个命书里面来说 就跟着讲到现在的大运 比如说 在身体方面啊 或者你在这个 赚钱能力方面啊 或者在这个修行方面等等 那希望大家喜欢啦 虽然来说 大概是一千字左右 但是就是简单而握要的 好了 那命书就说完之后 就打坐班了 那打坐班 因为有打坐太极 那可能呢 就有些网友来喜欢 所以就先学了这个打坐 或者回去自己呢 就会可以练的 那其实也没有坏的 所以来说 这个班来说 是不断地开放的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来说 就可以在星期六十点钟 早上来我们这里 那因为另外来说 有些网友会问 他们星期六呢 就不是很空的 可能呢 或者太早起床 真的很搞笑 那我们其实来说 我们以往呢 就想着 在星期五晚上开的这个班 那或者呢 我们会不会 就问一问 现在的学员呢 星期五晚上 他们都会比较上 是方便一些呢 我们或者 把这个打坐太极班 就调在星期五晚上 那星期六 早上呢 那我们可能呢 就会开回这个 紫微初班的 那好了 因为呢 上次开紫微初班的时候 来说呢 网友很多 即是说的时间够不到 即是星期二 那我们现在来说 反而在网上的朋友 比较多些 那我们现在来说 紫微初班 就将会在七月呢 的第二个礼拜 那会再开的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来说呢 就可以报名 因应了一个 习惯上的 就是那个学费 那这样 我们今次来说呢 网上的 和在实体班的 学费呢 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收费的 那这样 那我们呢 下个星期呢 我们就会公布 那个时间 如果大家是想 在紫微斗数里面呢 都学回多多少少 理解多少少的 就会 可以学一下 那因为呢 就现在我们的学员呢 在中班呢 还有一个月就过的了 就完的了 那接着就会开高班 那高班呢 就可能呢 起码呢 就希望呢 有一些呢 曾经学过紫微斗数 但是可能 在这一段 的方法 或者技术方面来说呢 是未完全去了解 甚至来说呢 是希望呢 就更进一步呢 就去 学悉紫微斗数 都欢迎加入的 那因为其中有个网上的一位朋友呢 他学这个紫微斗数 他真的挺用心的 那同时间呢 他已经就是理解到 那个四化 公伟的四化 自化 以及这个 公伟飞到对公啊 或者其他公伟的一种 断语断法呢 那我就很开心的 为什么开心呢 就是说 就是我在教紫微斗数里面呢 是会令到学员来说 是充分了解到呢 在紫微斗数那里 是怎样去断视啦 那或者来说呢 就是说 在技术上面来说呢 他们当初来说呢 可能对紫微斗数 是不通的 好像八字那样 我们以用神为主 那我们呢 就紫微斗数 用四化为主 那我是值得开心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就已经学到 这个中班的 差不多接问高班的时间呢 他们已经有些 已经是通误了 知道来说 原来每一个公伟的四化 飞出去来说 去断视 那好了 我们交代了这个 开班之后来说呢 今天呢 就跟大家 讲一讲一个 比较热门的话题 因为呢 有些网友都说 以前是世界杯 都曾经预测过 那预测过的时候呢 我就预测过的时候呢 我就预测过的时候呢 所以那时候呢 就想英格兰赢了 那当时来说呢 就讲了 的四强里面来说呢 就 英格兰都是进不了的 好像 那因为呢 一个礼拜之前呢 应该是上个礼拜六 都没有一个礼拜 就是刚刚开了 欧角杯几天 其实上个礼拜 应该都想讲一下 但是今天来说呢 我们就不是说 预测哪几队呢 会打进去四强 甚至会拿 这个欧洲国家杯线 那我们呢 就会用奇门顿甲呢 去解释 在这个球赛里面呢 是会预测 究竟哪一队赢的机会比较大 那根据来说呢 有一位国内的 有一位姓朱的一位 专门去用奇门顿甲去研究这个 足球比赛啦 或者蓝球比赛啊 或者其他的运动项目里面的 就会获得赢的那位艺术 是费赢的那位艺术 我也是有看过她的书 那他自己当过一个统帝呢 他这么多年来说呢 就用奇门动甲去断这个足球比赛呢 原来那个命中率 达到80%左右而已 根据什么去讲这个球赛呢? 我们就拿了今晚有一场球 叫做德国对匈牙利 其实是因为德国是主队 如果大家不用这个述数的方法去预测的话 心中也有个数 因为德国已经是传统的一个强队来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奇门遁甲里面 在球赛来说是怎样用奇门遁甲去分析两队的实力 还有哪一队的赢面比较高一点 预测来说我们要分开主客制 为什么要拿这一场球呢? 因为今晚只有12点就只有这一场 所以先拿这一场去做预测 因为分主客制 这次来说就是在德国打了 所以德国一定是主场的了 那我们来说呢 在奇门遁甲里面来说呢 其实就有几种方法去分主客的 怎样分主客呢?有一些来说 就是以他们的国家距离主办国 比较近些为主的 其实这家不是的 这家来说呢 世界杯、欧国杯也好 其实他们是以抽签方式来说 哪一队叫做主、哪一队叫做客 那为什么要抽主客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因为有赌球 另外来说就是因为 譬如德国今次主办 那一定是主的了 另外来说就是因为求衣 求衣的颜色 好了,这个就不说了 那说主客是怎样分呢? 第一种方式来说就是 就是说你自己的心想那段时间 就用那段时间去起盘 那这个起盘来说呢 就以什么呢? 就以这个天盘的时的天罡 的宫为客 那以时的光的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地盘的天罡为主 第二种来说就是刚刚调转的 第二种来说就是用时辰去看 什么叫时辰呢? 就是说 譬如今晚来说 德国队对孔牙利 就以他12点钟开波的时间 即是说 6月20号的凌晨凌时凌分这段时间 就起盘 这个起盘来说 就不是用这个时干去分主客 是以这个地盘的日干为主队 地盘 那用天盘的日干 落个宫位为客队 那好了 起了这个盘之后来说 就要看宫位的五行 和星的布局 然后去解释他们之间的强弱 打法 技术 第三个来说就是用地盘的日干 或者时干 就为主队 天盘的日干 或者时干 就为客队 这样最流行的三种方式 另外来说 有一些方式来说 譬如两队都好像 比如说瑞士 对英国那样 因为在德国打 他们怎样去计算哪里是主队呢 就是说 以他们的国家的距离 德国是最近的那队为主队 那如果来说 距离远一点就是客队 英国来说 距离德国比较近一点 因为瑞士是北欧 所以来说瑞士一定是客队 另外来说 足球比赛就以直辅作为裁判 那裁判来说 看裁判的公委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看裁判 判得公不公正 还有裁判是否很辣手 那怎样为之辣手呢? 就是说 推一推跌一跌都比个黄牌 可能未到12码点 未到禁区 又吹一吹鸡 就误判12码 现在有AIR 我们有重播 所以帮助了 求证相当多 另外来说 警门是技术指导 警门是什么? 警门技术指导应该是教练 即是看教练的工位来说 他们应该来说 技术是这样的 我们也用地盘主队的时干 和天盘客队的时干 新黑的关系 看看他们之间 都是用五行 看看哪个技术好些 举个例子 我们建了德国队 他们是在坤公的 另外来说 匈牙利队 他们是在镇公的 本来说镇公是属木的 坤公属土 木黑了土 木黑了土 似乎匈牙利是否技术 就比较好些 其实每一场球赛 表现都不一样 有时候好像昨晚 有一场球 斯洛克对比利时 竟然是爆烂一比零 斯洛克赢了 如果我们看这个足球 在马会的球盘来说 其实比利时应该 如果我没记错 就相当热 好像是1.3 3还是1.35 结果来说 爆烂 昨晚的球场来说 不断去看一看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前一晚来说 我们也去玩一下 买中了两场球的球胆 其实如果大家看足球赛 不外乎来说 通常是2比1 2比0 3比1 这个数目 那个球胆都比较容易出现 我自己来说 只是玩一下 买10元 我通常都是选 两个球胆来选 基本上 看下这个 弱队的入球能力是强不强的 希望大家来说 也是 欣赏足球赛之余 就用一个 玩一下的心态就好了 赢了就可以喝一餐茶 那如果我们现在来说 就用了这个奇门遁甲 来开了 看了两个 看了这两对球 那我们就先去分析一下 那首先来说 我们就看到 这个 本身用这个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开过的时间来说 我们就用了这个 日干 那我们用正时 什么叫正时 就是说今晚开波的时间开 那用了日干的地盘来说 就是首先 就是 德国队是处于什么呢 处于昆公的位置 那这个匈牙利来说 就处于这个什么位置呢 就处于这个 震宫位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什么呢 看一个昆公位呢 德国队来说 第一来说 有袁武 接着来说 有天琴星 接着有天逢星 有新门 另外来说 就不知道 为什么是处于匈忙 如果处于匈忙 就是说 德国队似乎日球能力来说 好像不是太强 甚至乎来说 很多可能射球是多的 射门是多的 可能有统计 但是来说 命中率就比较低 可能 那我们又会看一看 那袁武的星 如果在这个 德国队的时候 是怎么说呢 那袁武呢 我们经常都说 有点点 搞搞震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 这个 奇门顿甲说 就是说 袁武呢 其实是比较圆妙 和深奥 甚至乎来说 有智慧 不过是偏向 是比较古惑一点点 诡计 就是我们有点诡计 和方言 那会不会 德国队踢法的时候 很多假身 很多假脚 甚至乎来说 就是说 有很多 在战术上来说 是虚拟的 就是说 对手想不到 他怎样 怎样踢法 另外来说 袁武呢 都是聪明多智的 聪明多智来说 就是说 他们打的法 可能是比较乖巧一点点 甚至乎来说 就是说 踢法呢 不是说 很大路的方式 这样去踢的 这一个来说 就是说 在这个 昆公里面 就是 德国队 他所表现 可能那个战术 是不会 好像一般 那么大路 高大脚 甚至乎是 少数滲入 或者一些 出奇不异的战术 我们最重要 在足球比赛里面 看到 其实现在的 尤其是叫佛球 或者叫死球 排人场 排人场去射佛球呢 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大家如果去看球队的朋友 尽管看一看今晚 德国队 会不会是用一些 比较特别一点的 一些 佛球的一些 方式 或者不同的技术去看 好了 接着来说 天逢星 有天逢星来说 很有趣 天逢星也是智慧 也是聪明的 大胆一点 比较烈手一点 就是说德国队 会不会在这场比赛里面 来说 是踢得比较辣少少呢 甚至乎来说 就是说 大胆一点 什么叫大胆 如果在足球里面 什么叫大胆 可能一个人 一个中场球员 或者前锋 带着球队过了两次三个 然后交出来被人射入 甚至乎自己 直到黄龙去到龙门那里 另外来说 就是因为天逢星 也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庄严 标行 同时来说 在形态上来说 是比较高大一点 威猛一点 似乎来说 德国队 在比赛的时间来说 就是说 是比较有狠劲 甚至乎来说 是压制对手的赤法 而且来说 很有趣 因为为什么呢 在天逢星来说 其实来说 就不算一颗很好的星来的 似乎来说 如果放在足球赛里面来说 就是说 喜欢什么呢 喜欢冒险 甚至来说 就是大胆地去踢 即是不会跟你保留 这个 好了 接着来说 我们看到新门 新门来说 就是吉门 这个新门来说 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来说 就是说 是领导嘛 本身来说 或者是经理人 那就是说 德国队来说 是依照着他们的教练的踢法 同时间来说 就是说 他们这种踢法来说 譬如好像 新门来说 本身五眼是属土的 那会不会来说 他们的踢法来说 就是说 是很硬正的 巩固了防守 其实德国队的防守 都是非常巩固的 其实就比较少打进攻足球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今天用这个奇门顿甲盘开的话 来说 就似乎他不会打手势足球 就是说 意味着 攻是会比较上来说 情况是比较上来说 是进取一点点的 另外来说 我们看到坤公 坤公来说 本身来说 就是我们叫二仔 就是说 在这个攻位里来说 德国队起码 入两球或以上 我们看到 就是这样 因为天三门 就是说 德国队来说 入球的能力 起码入了三球 如果我们用这个 去计算 然后我们来看 其实木黑土 就变成了 匈牙利 都不是那么容易 踢了 我们看到 因为 很有趣 我们看到 这个 匈牙利队 就在震攻 震攻来说 首先 有太阴 太阴 很有趣 太阴来说 就是固有 隐备 如果用这个 奇门遁甲 这个太阴 星来看法 似乎 匈牙利队 就不会打进攻足球 什么叫做 隐匿 以及 隐匿 就是说 往往都是 先避开 不要跟这个 德国队硬拼 好了 接着来说 也代表了什么 有时向对手 嘟口水 有时来说 就说出口骂他 骂到对方 发敏诊 然后做出一些 不致的行为 然后被拿黄牌 或者红牌 驱逐出场 也有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 攻位的时候 匈牙利队 就似乎 明知不够 德国队打 德国队踢 都可能会出一些 阴招 因为 太阴来说 有一种叫做什么 一种叫做 隐私 有口舌 气炸 遮盖 暗处 暗地里 叫做偷鸡 即是说 他的打法来说 都是希望 我看来说 匈牙利 以守 不攻 甚至乎 希望这场球 首赢得一分 就算了 接着来说 我们就见到 天瑞星 天瑞星来说 在麦顿甲里 是病星 即是有毛病 似乎 匈牙利队 整体上来说 都不是那麽完整 不是那麽完全 甚至乎 在排面看 跟德国队来说 是相差 水准方面来说 是相差的 比较远的 因为天瑞星来说 是病星 你告诉我 病星在这儿 那球队 怎样打 怎样踢 所以太阴星 太阴出现的话 太阴出现的时候 可能是打鼓滑足球 接着来说 我们就见到 京门 京门很有趣 京门是代表 京险 京方 托异 以及刺激 那麽 京门 在百门的异象里 如果放在足球上 匈牙利突然之间 吓你一跳 那我们可以看到 会不会在这场球里 会产生到 匈牙利以手为攻 在反击里面比较快一点 甚至乎 可能攻回入一至两球 都令到别人 那样的形态 就是堂木结舌 突然之间 咦 不是吧 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惊讶 所以来说 如果我们在奇门遁甲去看 似乎来说 匈牙利 可能真的受到 我们叫做时辰 奇门遁甲的影响 不要说一定是输 甚至乎来说 可能在反攻方面 甚至乎来说 令到这个德国队 不是那么容易踢 那我们用了这两个 攻位 看看他们的 怎样打法之外 那我们看到直伏星 其实就是在砍攻的 那直伏来说 就是叫做什么呢 直伏星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球证 这个球证 如果在这个本身来说 五行来说 就是属土的 那因为在砍攻 那水伸木土 那水伸了木 那首先来说 就是说 这个球证来说 就似乎来说 是比较 是我们叫做正义感 就是说 没有什么怎么偏帮 就是哪一队 不过 它的攻位 我们就看到了 本身来说 就土黑了水 土黑了水 就是德国队来说 就黑了这个直伏的 陷工的水 那似乎来说 这个球证 是对这个德国队而有利的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来说 就是说 本身陷工来说 属水 就伸了这个镇工的木和 那我们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 它也很关心 很关心 就是匈牙利队的工位 就是从五行去看 就是说 就似乎来说 这个球证来说 都好像非常公正 那大家不妨 在今晚看一看 这场比赛的时候来说 究竟这个球证 是否做得 是比较公平和公正 那我们看完之后来说 当然啦 我自己这样看 我觉得德国队赢面 就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这场球比较难挨 甚至乎匈牙利队 有一个很令到世人惊讶的一种表现 或者他打得非常之好 但是来说 这个球肯定是中处 不入 大家都觉得匈牙利来说 应该来说 是打得 就算可能输球也好 都非常之 值得好的 那我们又看回这一场球 看回两个攻位来说 就是预测来说 就是说 那个入球可能会几多的 那个入球可能会几多 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困攻 再加上这个阵攻这个位 入球可能会偏高一点点的 那我自己预测来说 就是说 德国队来说 应该起码会有三球的进仗 那匈牙利队 起码也可能会有一球 那我们用奇门顿甲 去分析这个球赛 就是给大家一种参考 同时间来说 就是说 我们发觉 用奇门顿甲去预测球赛 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一种玩意 那希望大家来说 就是作为一个参考 这样去看 那另外来说 如果我自己个人看这个欧洲国家杯 我见到几队球 就是上场看过 就是已经出了的了 出了场的 其实德国队 西班牙 还有这个 法国 另外来说 都 传统的竞旅 都挺对版的 甚至乎 荷兰都OK 我见到 英格兰 就可能 因为有两个新中坚出现 可能 比较上 和功力都不算很够 可能 都是排在第四 第五左右而已 那 今天就讲 这个欧洲国家杯 用一个很有趣的方法 就跟大家去预测一下球赛 我认为 德国队赢比较高 下星期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圆壳的知识 拜拜 拜拜 焦点视频开台 已经踏入第五年 非常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将会在8月3日 举行五周年的网聚 整个活动 我们会邀请很多位的开运专家 名人嘉宾和主播出席 和大家一起玩游戏 打合招和吃晚餐 畅情愈下 日期是2024年的8月3日 星期六 时间是晚上6点至9点半 地点是西九龙中心的7楼 而费用我们分两个 一个是398元基本 和688元礼遇 礼遇级别可以确保入籍 一定是坐得比较前的位置 和会得到活动福袋一个 名颜有限 先到先得 焦点视频搞活动 最喜欢的人人多野酒 年头开运送 已经派了超过100份礼物 今次台庆抽奖 更加预了超过200份礼物 和现金奖送出去 保证人人又吃又吃 记得掃右上角二维码 立即了解和报名参加 名颜有限 先到先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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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